韓國瑜夫婦的購物版圖 延伸到新版特區來 包括像是在這一棟 處在精華地段的東方明珠 韓國瑜從買入到賣出 至少賺超過一千六百萬元 豪宅就位在新北市府對面 外觀設計氣派 挑高大廳 主打大坪樹 搶攻金字塔 頂端客層 往內走三樓大廳 設計走中國風 灰色系沙發 搭上木製家具 隔文是地毯 走低調奢華路線 韓國瑜賣一戶就賺一千六百多萬 一千六百我覺得就滿有錢的啊 他的庶民啊 我覺得騙人吧 政治人物就這樣啊 上面就是說一套 他下面就是做一套 他就是看選民自己的眼睛 看能不能雪亮一點啊 時間到回2007年 當時行情每平39到49萬 韓國瑜花了4100多萬購入 房子2009年完工 2010年他以5820萬賣出 回顧當時行情就飆升到每瓶約50多萬 因此往回推散 韓國瑜這戶至少90多瓶 而不是韓伴所列出來的67.79瓶 數字明顯都不攏 因為它是比較特殊的豪材產品 所以大概購市的接近的 單價的部分它接近50萬左右 那等到市場高點來去做出托的話 整個新版特區曾經有來過80萬到90萬之間 最後的一個部分去做獲利了解的話 它應該獲利相對是不錯的表現 新版特區旁聚集多件都更案 加上2009年台北縣升格新北市 當時台北縣長周錫瑋甚至喊出 要讓新版上看一瓶70萬的口號 讓新版特區五年來房價翻了4到7成 韓國瑜豪宅賣出翻倍賺 但也重重打臉庶民招牌形象 三新聞領域著陳佑榮新北報導 北縣長周錫瑋